好 我们接着 这里面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 因为我们必须了解佛法 了解佛法它本身给你方向 同时了解佛法可以帮助你自我检查 帮助你自我检查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 你看 因为它推度思维 所成维系作义 所以为什么前面本来文字项很重 后来文字项减少 是因为它越来越精纯 越来越精纯 它就越来越维系 是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维系 维系不是 细变成是很有力 因为它不需要躁动 所以念火的人 包括我当然我因为是念火 他到最后他的起心是很顺畅的 就是他不需要很作义很勉强 他的心是很顺畅就能先前 像我们有一位居士 他后来也出家 他有一次利用过年自己闭关 他说有一次梦中醒来 奇怪他嘴巴一直在念什么 后来发觉 他怎么在念《无量寿经》 他说我又没背 他怎么会跑出来 其实我们都有印象 只是我们的这个印象 被烦恼散乱性给干扰 当你的身心越单纯的时候 你的法现出来是越Smooth 就越来越出来 而且是会带欢喜的 因为这个法如果是清净 它烦恼不大会起来 所以这个法因为它是带着欢喜 是清净的 所以它会欢喜 因为它是清净的 所以它的烦恼性会降虎的 所以它会清安的 虽然不是马上 但它会顺到这边来 如果你的观念是正确 你的听法是有利的 它就会往这边走 即以比尽如实了之 这个学佛他不是一直在幻想 他即便方便做官 其实到最后是越来越实际的 心都是这样的 佛法是走到真实作义才能解脱 就是越来越真实 即有如是通达了 知真上利固 即以比相应烦恼 相应烦恼现行宪法 当来所有过犯如实观察 由施则利为依止顾 色乎生起而不识着 即以能舍利 光思维 那为什么我们听的很多东西 为什么不起作用 不如实 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教学当中 尤其佛法把它教成概念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你就在怎么思维 你是在文字上细论 所以我们很多人 课虽听得多 他变成是好奇 或是一种做学问的习惯 而不是要会成修行的那一份知见 所以这样的用脑筋去作义的 不会没有其中作用 甚至因为你是做学问的 你的心更加散乱 所以一开始学习的态度不对 越高年级 身心越掉局 为什么 关联太多 不入 所以我为什么 我们今天谈这个文师修会 其实要让你一步一步踏实 这时候你才可以感觉到 即便文会师会 应该一步一步都能对峙你的烦恼 很多烦恼走到最后 为什么要修会 经典也有说 有些观念光靠你的思维 简则 不一定对峙得了 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 我用一个句话 就是说 你如果烦恼越重 你对佛法的认知要越具体化 就比较能对峙它 如果有些烦恼比较弱 你透过观念就可以对峙它 就这样道理了 所以你的学佛的过程 如果太空洞的理论 它不能形成作用 它小烦恼可以 大烦恼一冲击 没有 有的人讲说 它打坐的时候非常好 可是一烦恼起来的时候 奇怪 怎么都做不下 这个我已经听很多了 就是 他觉得很挫折 我平常都不会 怎么就一个烦恼起来 就整个整天都没办法 我说你也不要太挫折 我就觉得 我们有很多冰块丢到水里 小冰块是不是溶掉 大冰块还在 它有没有溶 有 但要冰块太大 所以你说 我都没进步 其实有 但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去观察 你的弱点在哪里 这样的东西会把你的身心 弄到你动荡不了 表示你跟它的关联太强了 所以有一个学生 那个打坐 我就常举他的例子 他一坐可以六个小时不动 可是有时候连十分钟都坐不下去 他就问我 老师要怎么这样 我说你看一下 他要问我怎么对视 我说你先不急 你先不要让这个烦恼白白出来 学它 后来才知道 对家属的挂爱 因为出家比较晚 家还是有 所以这都是很现实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挂 就是你要了解 这是你窜息已久的 那窜息已久 要一段时间要放下 一小段时间放下 我觉得那是不务实的 我也不会让人讲的 会让理论很高 我觉得佛法是很现实的 一个人有这样的烦恼 有这份道心 经过 有这样的道心 却还要面对这种烦恼 这是很真实的 你要给他机会慢慢调 你不要讲那么高理论 不实际 所以他发觉 那个家里的信息一来 十分钟都坐不下 那就硬押 不是 平常要注意观察 眷属寻师是怎么也回事 你平常就要练 你不要等他来 每次都后悔 不用面对他 好好想 用佛法抉择 我们跟见属的关系 我必须承认 他跟我的关系 但我也必须在承认 这个关系背后 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先不要一口气 逃避压抑 佛法向来都是 先如实 看清楚接纳 然后再 就像我讲 你们在不在 在啊 我不能说 我像你们都不在 神经病 你们明明在 你们不在 学火学到 最要就是 自如在讲那些话 人家 所以我讲说 一群人学火 好像一群吃摇头丸的 我这样讲 实在是很可恶 但真的有的人 就一群在那里跳 老实讲 别人 你一直觉得很感应 外面觉得很奇怪 没有啊 你只是在摇 你吃摇头丸的 你又不是真的 所以我说 人真的在啊 就像 有没有做梦 有啊 怎么说 哎呀 梦不可得 明明有梦 你何必再有火听 但梦原来不可得 你也不用去强加它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学火是越来越清楚 哪有弄到最后 连做梦都不知道 有没有 这种弄得很奇怪 这样弄到最后 这样弄到最后 就变成 抓不定了 本来不学 还聪明 一学了变笨 真的 有些人是学火 以后才变笨的 但因为他学错了 活法不会 活法是越来越智慧的 因为他是越来越如实 从现实当中 看到真现实 他怎么会脱离现实 所以他 我们在不断这样修学当中 因为他是越来越细腻的智慧现实 所以光他施责力 唯一只顾 色护身旗而不实着 你发觉 就是你跟你的烦恼 好像有点 慢慢同床异梦 以前是对他懒着残眠 就阿含金讲 于色懒着残眠 为之众生 所以他会懒着残眠 现在变成 开始看到他的过失了 这里面有点 生也会生得起来 但有点越来越生疏的感觉 放是放不下 但爱也没像以前那么爱 奇怪 怎么会有那种脱离的感觉 好 烦恼越来越不着实 散法却越来越清净 就像那个一学师律讲 那个翘翘板这样 本来他很高 现在变成这样一直倒过来 倒过来 所以你就能感受到 佛法 你这时候我就 我一开始问说 学我很多年 你能不能感觉到 佛法在你身上 留下什么具体东西 你有时候说 空空的 但其实如果 如法修 你会觉得 你会有一种感觉 我是买没放下 但要放也可以 你自己心里会有事 之前要放很痛 现在要放还好 暂时是会挂 但我有信心应该还好 你自己感觉到 那一个法的力量 而且你会 你即便世间还放不下 但内心里面却有一个法 再好 也不可靠 我现在是没办法完全修 但我很想哪天赶快回家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在外面游荡 一时也不想回家 其实也是 再晚大概 给我再两三年 我还是回家好了 他那个家的信心 那他那个出离的根苗 已经开始长 你自己会感觉 而这个东西 不是靠感性 有时候是因为 你后来发觉 就是说 有时候 我不想讲 有时候念很辛苦 后来越来越了解佛法 看一下觉得 这才是喜乐处 这才是皈依处 阿弥陀佛 就是非常自然的皈依 然后在念佛当中 他有一种非常安稳的 一种对世间觉悟的 那对佛法 依止三宝的安稳的 一种庆幸的感觉 一种感恩的感觉 一种难得殊胜的想 然后我就像我昨天讲 回首一看 哎呀 怎么是这样 往受轮回 就是白白受苦 现在不要了 所以那个经过思维以后 他的念佛的心 一下去 你会发觉 他不勉强 他本身就是你欢喜的 你在这么诸多苦难当中 终于找到一个出离处 只会庆幸 只会抓着不放 怎么会在那里 左右彷徨 不会了 即能舍离 彼游如是通达了之 即施则利 多修习故 能入正性离身 所以正性离身是什么 就是正性 就是像圣性 离身就是众生性 可以慢慢离开众生性 而入圣者性 那我们现在不是凡乎性 不是看肉体的 当我们现在开始 对世间缘起 能开始看到 他的无常 都不安稳相 其实就在培养你的什么 圣性 是不是 当我开始试着观察 我的五蕴的那种极尽意 那个无常苦意 其实就是圣性 是不是 我们不讲 见缘起 见法 见法 见如来 就这个 哪个道理不往这边走 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是不是也在这个道理上 所以 你记录正性离身 以 由修道力 见离诸欲 比由施则 见到二种利固 随其所应 断诸烦恼 为不现行断固 即一分断 有的就不会起来 有的是开始彻底的 从我们的修行当中 随着你的力道 你会发觉 有些东西 烦恼要起 断是还没断 要起 它也没力的 我们不是讲 那个 九住心 那个 极尽 罪及极尽 像我们现在 面对烦恼 我们都必须要很挣扎 但如果你 威德力很大 小罗罗来 坐好 就坐下去 甚至 瞪他一下 他就跑掉了 但我们现在是 他瞪我 我们就跑掉了 因为烦恼太大 但一个人 功德力越强的时候 你发觉 他在对峙烦恼 不需太坐立 只要稍微 一警觉 他就消失掉 因为他太弱了 习性还会有 会跑出来 但一下 就不见了 那有时候 刚开始 跟他拉扯 像我们现在是 用微弱力 拉 然后一下 就弹回去 那你就从这里 锻炼茁壮 然后慢慢 四斤立地 然后慢慢 到最后你 越来越强 到最后你发觉 我还要用力 用微力 但就可以把他舍出 到最后 无功用行 直接按住 等持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表面的禅定 其实整个禅定的威仪 就是在锻炼你的 烦恼跟善法的按住力 其实它道理一样 只是层次会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戒本身 就是帮助你 降虎无欲无盖 而透过戒的 起码 降虎无欲无盖之后 透过定的更细修持 才能真正 降虎无欲无盖 前面的无欲无盖 帮助你修定 等于是用文师 来 揉化你的 无欲无盖 然后利用更细的条链 让无欲无盖 给降虎 所以 禅定同时对峙无欲无盖 同时成就 社界战 所以它 其实简单来讲 我如果要得社界禅 很简单 我必须把义界烦恼给降虎 整个过程就是在做这个 那不过这个世间禅 但如果你要解脱的话 你必须赋予解脱的观念在里头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道理 好 我们现在先到这里 那 我们再看那个诚实论 想说 如取你杀进中说 既解脱处者 为五解脱处 一则 若佛即尊圣比丘 为之说法 随其所闻 则能通达语言意趣 以通达故心生欢喜 欢喜则生意 生意则受乐 受乐则心色 是初解脱处 所以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 一样道理 所以在于法 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法流清净 对于你受识的经典 受识的法 你不要怀疑 你怀疑 你干脆不要修 因为你修白修 因为你会跟心 跟法会离开 所以你要对这个法身决定 所以你一开始 对这个法的皈依不能动摇 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 带着太多分歧 所以虽交 但不清净 不清净 你修这个法 你不会想抑制它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他只要 随其所闻 能通达语言意趣的时候 他的心就生欢喜 你看他这个讲 我们念佛 包括平常思维法 如果这个法 让你身心 能慢慢组分决定 你会不会觉得 当我对佛法 越来越深刻体会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你未来的修行 有依靠 你会不会这样感觉 你会觉得 越来越有依靠 而且我这个依靠 还真不需要靠别人 我只要依法 而我依法 其实就是依佛 而且他就 又一块了 所以他会生欢喜 所以我一直在 跟大家讲 要留意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讲 学佛有一个 检查的标准 就是欢不欢喜 你没欢喜 大概就难了 我看到学佛 那个苦瓜脸 我觉得 我就最近不会讲 有的人念我念到这样 我想因为阿弥陀 也不方便出来 或者大家讲说 我是要你解脱 我没有要虐待你 看你念这个样子 不然你先休息一下好了 要是我说 你不然你休息 我那何苦 我看你念那个样子 我其实是慈悲 你怎么弄成那么苦 阿弥陀 我忏悔忏悔 是不是 没有 整个佛法里面 它其实是 越来越理解之后 它的依静 是欢喜的 不管你行于作物 称颂念习禅修 它其实内心里面 是依法会得 怎么样 你看 以通达故心欢喜 通达故心欢喜 它就是因为通达生喜 喜生清安 就一个下去了 所以我们要讲说 你贪多何用 你为什么不让这个法 入你的心 所以我现在也都知道 等一下 有的人又谈很多概念 我说把这些概念 常拿掉 我直接问你先的感觉 我们避免 你讲概念 我答概念 有一次有一个禅师 有一个人去找他 我谈了很多佛法概念 如果谈完 你看禅师到最后来说 你能不能赶快走 你来 我还要煮饭给你 你还倒垃圾给我 他认为你谈那么多话 是倒垃圾 他说你来 我还只换给你吃 你又跟我倒垃圾 你那么早点离开 有没有道理 因为你讲那些没用 你跟我谈了那么多概念 我们不能实际一下 就你现在的感觉 我们直接针对你 现前身心 我们来谈佛法 这时候的概念 再进来就变成实际 或者你跟我飘来飘去 你谈很多概念 我也谈很多概念 谈到最后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 心泽自俗 解脱处 故意念坚强 心则设定 你看很有意思 意念坚强 所以你对这个法 很多人修行 他说我赶快修 我说不要 先确定再做 第一个像比如说 我们对回家的方向不清楚 你就赶快跑 你也跑得半信半疑 你为什么不静下来 弄定了以后 方向定了 赶快跑 这时候每一个步法 是不是笃定的 你现在是赶快跑 跑哪里 不知道赶快跑就对了 不是先确定 证件确定 后面才跟 当然也不是马上就全部确定 但基本上大方向 你今天要往哪里走 你方向消先有 或者你急急 急有用 所以我要讲说 即便我现在安安稳稳 如实修学 听闻佛法 其实这个就在修了 问题是你把它当概念 才抽离掉 才分割掉 你如果现在 我就是 我现在 你怎么一直在研究地图 想回家 你赶快走 不行 先弄好地图 才走 那你这样 弄地图 没走 正因为想走 才弄地图的 里面前后 都是一致的 一切功德 皆回向回家 都往那边走了 好 二者 善奉 善奉诵经 三者为他说法 四者独处思量诸法 五者善取定相 为九相等 你看 这个每一个都是 所以诵经不要一直送 不要这样傻傻地送 所以有时候我会讲说 我送你听 以前我们常说 你们就听 但地听地听 善识念之 但我们现在就 今天要送几部 像有的人在做法会 那庚庙 我看到 但因为 答应要送几部 而且就送头 因为它是折叠的 那一拉 那个像是要扑克牌这样 然后就拉回来 这一剪完了 我操这个 你公开诈欺 送头 然后就一拉 那个卷的 就表示 火你看到的 一本 一本 那怪不得快 我觉得 人还能相信 真奇怪 赤裸裸在火前打忘义 你根本没送 而且你送给谁听 像我们就一直 有人送地藏经 送了很多 我就跟他讲 地藏经要引 他说 奇怪 我送那么多部 怎么没有看到 你讲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送地藏经 一直在送 对不对 我说地藏经 最重要是本愿 发菩提心 他强调本愿 而且他强调 发心 发菩提心 然后回向法界 整个地藏经 送完去受菩萨界 不更好 因为他就是菩萨 发心 所以我们现在是诵经 但我们把这个大功德 往小的计划求 应该是学地藏菩萨 本愿 为未来要发心 度未来罪苦众生 这才是地藏经的 核心精神 我们现在没办法谈这个 所以不管诵经 为他说法 他都是在怎么 他就为你的 如理思维 做基础 那为如理基础 到最后你看 独处思量诸法 善取定向 是不是就是 修所成会 要修的地方 从头开始 都是一条的 一条路 你看 佛吉尊圣比丘 何故为此行者受法 答曰 以堪受法 能获大力 事故未受 所以如果不相应 就不说 又此比丘因佛出家 诸根存所 故未受法 尊圣比丘 以同所业故 未受法 因为大家一起 在修同样的法 又此行者 必须闻法 事故未受 又此人 有境界等功德成熟 犹如玩弃 堪认受圣 故未受法 所以 说法的时候 层次也开始不一样 像我们前面 举那个罗和罗 它是没有善根 有 但还没成熟 怎么成熟 看到他把法意 汇通上来的时候 成熟了 而不是掉入文字 你学过多少 五蕴 我都学过了 六处学过了 六路学过了 十二处学过了 十八戒学过了 学到老半天 会不来 可是你看 楞严金 五蕴讲完了 六路讲完 十二处讲完 十八戒讲完 讲到最后 都是如来藏 妙真如性 皆不可得 我会在一块 这也是如来藏 就是如来藏 妙真如性 这也是 原来 观察这个 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不可得 就是要如来藏 是不是会在同一点上 会在同一点上 你看 所以说 经典说的不一样 但 因为事实 同一一个 所以你会看到 你发觉 它的味道 其实很像 连阿含里面 都隐藏这些道理 是不是 一样 所以你看 罗霍罗讲出了 这个道理 那跟楞严金 讲的还不是相同 他都入 入那个涅槃 这个姐妹们讲的 他就 接于什么 顺去涅槃 留住涅槃 都顺向极进 好 此民三会 通达 以元 民多文会 通达 意趣 民事委会 从此会 能生 欣喜 所以我在这里 也特别去强调 从此 二会 能生 欣喜 好 所以我们 在学法的人 一定要留意 说法 不要说到 人家的 意乐心 没了 你也功德 太大 反走过 做的都断三根 你是谋派来的 还是怎么样 怎么一听完 大家都不想学 整个意义太难散 有的人 上课太多 这一课 下一节 拿另外一本 下一节 拿另外一本 有一次 我在一个地方讲课 我说奇怪 这么讲的 好像跟墙壁在讲话 一点动作都没有 我说你们是派来听的 还是怎么样 如果不想听 就不要来 干嘛要那么辛苦 连动都不会动 其实这对我 说法的很同 碰到这个 其实会 到底是哪里问题 把脉也要有脉搏 那脉搏不跳 我也不知道怎么整病 可是我慢慢说 慢慢说 会动 后来他们讲说 法师你说的这个可以修 我说 哪个法不是拿来修的 听麻痹的 听到觉得上课一种工作 没人逼 但就是那种 法的义乐心萎缩掉 后来那时候 他们有的人到最后 就跑来敲我们 法师 我没什么东西 我就半包茶叶 给我半包茶叶 我其实半包 因为他唯一就半包 我也接受 其实亏不感当 他那份诚意 我接受 其实那一半 半包 我也没泡 另外一个 把他的身鞋拿来 法师供养你 那个鞋子很大 我不能穿 不过我还是熟了 其实这一点 我并不是要讲 我怎么样 我就说 这都是我在教学经验 里面看到 我们不断在教学 但我们能不能给人家 一种文法之后的喜乐 而不是听多以后 那种义乐心 竟然枯萎掉 然后讲完课的时候 我发觉 他的心反而模糊了 不是 修行的路 更确定才对 那种善法欲更强 要这样 这会 会有过失 我觉得 乃至色心生 如此之 世民修会 这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看他这讲 此三会有三种果 为燕礼解脱 又文法读诵 为人说法 是多文会 思量诸法 名思维会 善取定向 世民修会 其实他是一条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来看看 下面这个 这个是一个 大家也好好细细的看 他讲说 云和菩萨 以于法证思 为 诸菩萨 独居 闲处 谁所闻法 乐欲思维 乐欲 称量 乐欲观察 所以我那时候 我经常演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 大家一有空就诵经 念佛 我说 其实有时候在山上 很好 我说 不要这样 你就 泡一杯茶 泡个咖啡也可以 我也不会要求太多 你坐着 你不要太文组组的 你用很如实 如实 要乐欲称量 乐欲观察 就是把你所学的 落到现实 用一种很实质的观察 这一份人 包括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听无常经玩 我们应该试着 把这个无常经 所告诉我们的道理 如何在我们现在的身心 包括我处在山上 看到山上的这样变化 这里面有很美的东西 但看到 这底下也有很无常 众生在底下 一直在追寻生命 吃啊 杀啊 然后这个 世间虽可爱 也不长久 就算长久 我不长久 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在 有时候我们 学法不一定要 我就讲说 这一块的境界 还容得我受用多久 就像我们生病之后 我们在走 我们就讲说 其实我在 我觉得这是一种练习 有一次 我那时候在打佛气 刚好我们教内 那个长老往生 我打佛气 我没办法出去 那时候我在佛气 我在主气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在想 这么一个山 对 我在受用 可是我一下无常的时候 我在观想 谁应该用什么方式 把我扛出去 那因为我们附近 我们火葬场蛮近的 我其实没办法 要是我自己爬进去 门关了开 这样比较好 我没办法 我是被送进去的 但我那时候想说 对 没错 到场是你在管理 但真的用得到 所以你怎么被扛出去 因为在山上 他们扛 你就躺在里面 那又如何 不都你的吗 不都不是你的吗 什么叫你的 所以这个念头 我在练习的时候 后来我碰到病的时候 我也在想 因为 我觉得还是 不要被医疗困住 所以我就想说 不然我就一直希望早点走 虽然我没功夫 但至少我们还有足够理性认为 不要被医疗困住 让我灵验走 所以其实我在观想的是 我就想说 我用一个小货车 把我载回去 用个文章带起来 免得干燃 那至少支撑个两天 我跟大家讲完话 以后好好念火 就要走 安能不能走 我就好好念 至少我心要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也那时候想着 我之前所想的 拿个一个板子 被人家这样带上去 我坐在上面 跟大家讲几句话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念火 就是我该交代的 交代完了以后 我以其去畏惧死 不如我主动迎接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在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并不一定是文文周周的 在那里送 我宁愿止息下来 用如实心 称量世间 称量这个法 我不用勉强 我的心能转 法才入心 而不是我一直在表面上下功夫 但我的心一直没有如实的 去消化这个法 所以我才会刚才讲说 止尽的时候怎么办 打妄想 当然不是要你乱想 而是你为什么不止尽下来 因为你的心不安 你的心还不生决定 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禅修过程当中 把你所学的法 利用这个反正你也跑不出去 你就好好消化它 你就坐在这里 把自己这一生做个回顾 把这个佛法拿来 怎么观察你自己 我觉得这反而更实际一点 是不是 你送了几百部 几千部无常经 你会不会不坐下来 直接关八大人觉 心为恶元 行为罪手 世大苦空 国土为翠 你为什么不直接想看 他要你绝又不是叫你念 是不是 类似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用这样 他说 先当远离不失意处 思维笔法 恒常思维 无奸家行 因众家行 而无漫缓 这就是都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跟我提 有时候有得力 有时候不得力 其实有的人是观念上的问题 还不纯熟 再过来 心力道没下 间隔太多 间隔太多 中断了 而且他的认知 没有好好淬炼到成为 就是 我刚才讲 你的心不一定 经过你的如理思维 就能确定 就算你确定 你不一定完全对 但你如果不确定 还在飘忽 若有若无 那个很难用功 所以我才要说 你对你所闻法 应该用点心去消化它 内化成你的心 而不是一直概念在外头 他说 你必须无漫缓 不要拖落大拉 要修不修 那这个问题当然牵扯到 意乐心有没有 所以其实修行是整个条件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 逐步逐步一一 不要乱忙乱修 就是一一 我就弄确定 我确定于我怎么样 你怎么修 我对这个修 能确定它的价值 深欢喜心 一步一步来 它会形成一股力量 所以或者的话 你对它不确定 就有点羞 上电 好吧 就是我以前在出家没多久 我有写那个 嬉笑声之潮文 懒披加沙慢上电 因为为了打卡 屁屁上去 下来赶快吃早餐 当然不是这样 那是我自嘲 我笑我自己 变成修到最后 变成我不得已 就是一定要来 不然纠茶师会看 所以我就能拖 尽量拖 懒懒的披加沙 能拖 就慢慢上电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如果我修行这样 我曾经为何出家 我如果修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我就难过了 我要做给谁看 这不是自己选择了吗 走到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 这种自嘲文 其实是一段很长 但我就是观察自己 整个是一种自我嘲笑 同时也是在自我防护 因为为什么会 懒劈加沙 不想劈 要慢上电 因为没意乐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一种没意乐 观念不确定的时候 这种修到最后 会把你的意乐心磨掉 你修到最后 越修越苦恼 为什么 真的找不到意义 那加上久修没功的时候 信心又退 越缴越复杂 到最后 出世间法没有 就回头吃 世间法没感应 就回头吃世间法 那我就觉得 有时候修行上 我今天要讲这些话 就是因为很多人才 在我们学法 不顺他的理的时候 白白人才消失掉 这就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就讲说 一个人能出家 对我来讲 他就是身保 就是保 难得呢 因为一个人 在这种世间里面 愿意生出离难得 所以务必好好守护 或者有的人 他好心好心 但真的是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折折折给消耗掉了 很可惜 所以我们自己 要以法了解 自己受益 那未来有原则 才能因你 也不再走烟网路 因为我们比较不喜欢 谈得很高谬 我们谈的是 比较务实的文师 好 自主菩萨 勇猛精进 思维法 思维法师 与其少分 以理观察 而谁误入 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就是少分 你不要以为你多伟大 就是少分 少分已经很阿弥陀佛了 你千万不要 修行不懈怠 但也不要不务实 所以现在修行 经常给自己 一个笼统的一心不乱 却不知道一心不乱 如何成 什么叫一心不乱 结果就用一种 笼统的一心不乱 一直在要求自己 一直要求 做不到很挫折 却不断修 但你修的 却不能达到一心不乱 所以这一心不乱 虽然是你的目标 却也形成你的压力 因为你做不到 所以很多人 临终到最后说 哎呀 我怎么还没有一心不乱 我说你这样弄正常了 你这样念 哪能一心不乱 他就被一个 笼统的一心不乱 搅乱他的心 这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修行当中 你必须要承认 你也很畏惧 所以也承认 不是要你懈怠 承认只是要你误实 所以我们在修学里面 是与其少分 以理观察而随误录 与其少分 但生性结 反所思维 但依其意 不依其文 所以为什么一直把他强调 法不再多 而再信结 再能生圣结 再能决定 所以这个法俱经是不是说 你讲千句不如一句懂 因为最主要是要 因为就像算数题目 不需要算很多 会算最重要 会算其他就会算 如果不会算 你就算算了千万题 下一题还是不会 但如果我用两三题 懂得它的原理之后 两三题代表一切题 因为下面来都懂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里谈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与其少分 但生性结 这个 如实了之 黑说大说 正能误入最初思维 就是说 对于不当的 恰当的 合理的 不合理的法 越来越能抉择 所以我才想说 你抉择完了 你上台说 就说你的抉择就好了 你不要老是拿着文 文是方便 意思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盖起来 上台说四圣地 你就说 你大概 我构想一下 好 可以 我开始说 乃至我现在跟你讲 不要看经典 直接说五常 但是不要看经典 什么叫慈悲 因为不管你怎么样 你要把那个 你认知的慈悲 也要讲出来 然后你先会跟我讲 什么叫忍辱 是不是 你跟我讲 何谓戒 这个可能大家都已经 耳熟能详 但要你说出 戒之所以因缘 他的因缘 还不一定每个人会 讲得出来的 可能才是你的 是不是 那这种学习 根本更实际一点 把你学到最后 充满了很多概念 内心有点空洞 你讲你家事 还要打草稿吗 从我家 我们祖先奄言讲 都可以 没关系 他容易 怎么讲 他容易了解我家 就怎么讲 你要怎么讲 这个路怎么走 我不能跟你走 你要跟我讲 你现在在哪里 不然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讲法刚好倒过来 我怎么讲 我现在在哪里 我不用背地图 因为我熟 所以我要不要 你只要问我 哪里走 我不用准备 你只要跟我讲 在哪里 我就把路空 讲给你听 你总懂 哪些动不动 一直准备那么多 不懂 你看 你也累 我也累 讲经的 要准备很久 听的人也很辛苦 本事同根生 相间何代及 这么一个课用 把你们的一天半 给糟蹋掉了 如果没用 就会形成这样 好 我们看 集物入 以 硕硕作义 另得坚固 就是说你对道理 所以物入的意思 就稍微领纳 他的意思 所以你要反复 不要砸 不要一下学这个 一下学那个课 换来换去 集中 你延期法 就彻底到底 所以每个人 因缘不一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鼓励学讲 学讲是 依你所欢喜的法门 从这里一次地 自己学上去 不然你一下听 这个一下 听完这个 换来换这个 因为他的法 升起有次地 你一下换来换去 会杂乱 所以他讲说 寄物入 以素素作义 另得坚固 世诸菩萨 由能远离 不因私益 就是远离不因私益 就是 这些远离不因私益 也就不应该私益的地方 而私为故 就是说 后来他能觉着 这个东西不能去想 因为他是颠倒的 所以由至于你对法了解 有些东西自然远离 因为不会做不正思维 所以在元旗法里面 在元旗出圣法门经里面谈 每个人都想得善法 但得好结果 为什么不能到 不是你想得就得 要正思维 没正思维 你的作为会刚好造成反效果 就是说 每个人都不想到地域 结果他选择出不到地域 不到苦处的方法 刚好是到苦处去 好 其心不堕迷乱 迷梦错乱 尤能恒常 无奸 因众 加行 辅返而私为故 先为之意 得正了之 得正绝了 所以是不是都一直在 存化这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整个教学 有时候 我觉得藏传 某些地方我们可以学 因为他的课没有开很多 我们有一位法师 他去印度那边学 他说 他们一星期 大概就两门课 其他都在边境 其实边境就是思维 他说你没准备 你也不敢参加 因为课很少 时间蛮自由的 但问题每天都三到四小时 有时候一整天 你没准备 你都牙口无言 不知如何回答 他说再聪明的都有压力 因为如果你一直变都变不行 他可能把你派去出坡一整年 太妙了 下次我们现在如果问几事没有 大辽就交给他 大家只好为了不做大辽 要勉强 他们就会这样 那我 当然我 取其精神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再多 而是在对这个法能掌握 所以有时候 我最近也跟一些法师在讲 未来的活学院 不是一直在上课 过去过去的因缘 现在如果一直上课 会被网络取代 因为网络随便点开都有 但如何在课上完 经常面对面的思维 法义 调整他的观念 这个网络不能做的 而这个是未来活学院 要办而能吸引人的地方 你不能就一直上课 因为上课网络 随便点都 你请不到的网络都还有 但这种面对面的引导 这个网络没办法做 所以现在很多报纸 都慢慢倒掉了 为什么网络可以取代 那些报纸 但你如果被网络取代 你这个人越来越少 但你必须要做一个 其实只不过会 更顺着原来的教学 是不是更就能人才的培养 当然这关键在师长 师长要能带 有的话 其实他是更符合 当初活头的教育模式 是不是这样 是啊 现在应该要走这个网 但这个师长辛苦 他要陪着 要陪着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 道场很多人不一定好 因为师长要跟着上来 师长不够 道场人很多 容易胜烦 因为没机会 一个研究生的导师 就是指导教授 他能引导的研究生 不能太多 因为不然指导不来 其实为什么我们出家 一年 梯度不能一下子 好像在开剃头店 这样一直提 为什么 因为你教不来 他其实当初 借力就有这样的 他就是要你深入教化 这样的真正 人睡不多 但人才可以出 为什么 我现在还要让你反复思维 未知意 得正了之 得正觉了 先以知意 得无事坏 得不忘事 因为太熟了 纯熟到 所以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对中论 如果熟的话 那个不用思考 你就是 句子出来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看到 过去有的人 那种思维 一看 你就会发觉 这句话 换了多少过失 你就可以一口 去把它列出来 那不是你情 因为那是 中观政见 所以有时候 我们有一次看到 一个过去大德 他们有的人认为 说这个知见很好 我说这个知见有问题 我说这个知见 换了几种过失 他说我们这个 多少年后的小伙子 你凭什么批评 过去大德 结果后来查 吉障大师也针对他 列出同样的问题 那其实也没什么 那就是一个 当你慢慢学会 这个正思维的时候 这个话引起了 哪些缘起上的背离 你看也知道 所以不用去死背 而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是矛盾的 你就可以列出一排 所以你不会忘 因为它不是 死文字要一背 它是理解通透的意思 当然我们都还没有 但问题是 我们能感受到 有些道理 当这个道理懂的时候 它的道理是 如是随顺而生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 大家在学习佛法 不是片片段段一直在累积 这个会很累人的 而且你到最后 你这个身心所学的 不会灌成一条依止的路 你没办法依止它 好 我们看 由于少分以理观察 随物入固 随正理观察 法中不有他缘 由于少分但信解固 于其圣身至少觉会不能打法 仰推如来 如来言 如是法 是活所行 非我境界 如是于法 不生毁谤 不自损害 好 我现在再讲 我们在对圣身法 其实远远超过你的道理解的 但为什么你不会毁谤 你完全在养性 养性圣身法 即便要养性圣身法 也要有起码的一点基础 换句话就是说 这个人 我绝对不活定他 理由是 从有些地方 我看不到他真正功德 但从有些地方 我知道他不可能这样 是不是 我就算我要养性圣身功德 也不能全然没有基础 所以他就讲说 我即便是少分信节 但至少有个敌 以此才能类推 如果连少分信节都没有 圣身经典 你就无法养性 你无法养性 就开始毁谤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 现在人学得多 但也狂妄得多 随便乱批 我想说 是你不知因果 像现在我们随便一毁谤 你知道过失多少 你拿不回来 上网了 上网了 你去拿回来 我拿不回来 凡有人一人受害 你都过失在里头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变成 因为自己在法不了解 就开始移 连那个轮回移 连什么都移 开始移 所有佛法 菩萨的圣身的功德力 都移掉了 你知道这个移 这个法就不起作用了 你对这个法 一移 那个心根就跟不上了 那因为明明你不知道 你就用世间法解读佛法 是不是现在 经常用世间法解读佛法 解到最后 众生都用世间法 佛法明相 但那个信心不见了 你不然你就看到 到最后所谈的 有一次有一个 我就不说什么 有一次在参加一个讨论 他灵验用心理学 他不用佛法 其实用心理学不是不行 但问题是 你灵验信心理学 不信佛法 这不是宗教上的 一定要你坚守 因为佛法本质 就是智慧 除非你不了解 或者的话 你不会做这种选择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一般人他会相信很多 甚至有一位人就讲 如果佛法跟科学冲突 那我们有时候 要把佛法先放下 我说 我讲这句话 不是因为宗教上的狂热 而是要你深信佛法 是事实佛法的智慧 是远远胜过科学 因为佛法谈的是缘起 科学还没办法测见一切缘起 是你不了解佛法 所以这个讲法 其实坏了三归一 所以我认你懂太多 我看连起码的信心都未必有 我们现在有时候把宗教也混在一块 其实佛法是唯一大师 唯一大师也不是宗教上的独断 是因为唯有佛说出现实的四圣地 才唯一大师 这都不是 佛法从不是用宗教上的排他 如果用这样的话 会产生宗教极端的信仰 而我们谈的是佛法之为佛法 是因为事实 是这样的 但我们现在很多都用世间法混乱 用世间法角度在解读佛法 这是坏众生性根的 所以你看 他只有少分信结 他从此可以仰推 仰性圣生法 这时候他不会怎么样 不生毁谤 不自损害 我虽疑 我虽还不确定 但我不至于火定 为什么 我不了解 但我不会内心去火定他 我们可以问法 甚至怀疑 但这个怀疑是在于 我深信只是对这个道理 我还不确定的疑 跟一开始我就认为火定的疑不一样 这个疑 同样疑内涵不一样 好 远离衰患无诸过罪 有诸菩萨思维法师 但依其意不依文故 以佛世尊一切所说 密意语言 语言能随误入 所以我这样讲 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 因为佛法本来就一个位 它是一个位 为什么 它都是缘起 而且缘起就在现实 甚深缘起我不知道 但不离开根本缘起 所以甚深缘起不知道 因为了解根本缘起 所以能养性甚深缘起 因为它同一个味道 所以佛法向来是同一个味道 所以像华经 三圣皆一佛圣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不是说 我学这个另外学这个 没错 它是有别别修 但别别修 其实味道的所依法 都是在现实 都在缘起 所以它才不会混乱 所以它对于有些道理 从我少分如死的时候 那我种下的因 就为未来的修学 一直垫下基础了 所以一个佛法缘起的证件 它会让一切 缘起的证件 隐身的菩提心 隐身的大悲心 隐身的证件 当然是无所得心 对到 好快 好 没关系 所以 由诸菩萨 菩仪一切 黑说大说 得善巧顾 于真实意 无物无法 能寝 能寝能动 这个都不是一个空洞 空洞的赞叹 为什么不能动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在 认为有一个修行境界不能动 但这样的东西有时候太笼统 所以我最近的所有想法 是不是讲 为什么不能动 再怎么动 事实就事实 怎么动 你再怎么动也改变不了事实 你再怎么动也改变不了 缘起故空 所以他不能动 因为他是事实 他是法性如此 谁也不能动 所以魔动摇不了你 为什么 事实 所以你看那个 火看到释迦族毁坏了 阿难痛哭 他走在那边 他说 不动摇 因为如大山不勤 因为观空固 他不是用空火定 而是看到这一次 如是因缘夜暴轮回 看到这个东西 如何生如何灭 的这么一个现实 也看到这一份 在这里心起着 取舍 都不如实 此法如是因缘生灭 所以他能在这里 寥寥分明 而不会在那动荡 因为他是事实 所以我一直在引导大家 这种学习佛法 唯有透到这个道理 唯有抓住这个道理 佛法的真实感应的 那一份无瓜爱故 无有恐怖才出来 是不是 我怎么一直在寻求 无瓜爱故 无有恐怖 你去哪里找 你用拜的 拜的来 他不说你不用拜 你关就好了 你只要照见后面就有了 是不是 好 世主菩萨 正能误入出师为故 能得先来所谓得忍 忍其实就是智慧 我现在为什么能忍 我知道道理如是如是 以前跟我讲空 哪有可能 现在跟你讲空 本来如此 是不是这个 原来这个观念 让你不能忍受 现在因为道理懂了 以后能忍 忍就是说 这个道理很顺当 不会冲突 为什么 本来如此 世主菩萨 我听的就是现实里面的 所以就不会解形分离 后面这个是让大家更了解 他同样的道理 就观神念处的时候一些道理 也是一种佐证 我想应该自己看也可以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六个小时 虽然六个小时谈了一些尽教 那你们有空你们可以参考 本来我是不想发讲义 但我觉得有时候你们一时要找这些东西也不容易 可能有点不环保 可以利用了一些掌 但如果我们在这里得一些受用 这些值也值回票价了 所以大家最主要是这个法 让我们能尝一词 不忘圣言 不忘圣者之言 那虽然六个小时 但给自己的修行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更具体真实的基础 然后给一个很具体的赤底 光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白做工了 有一个明确的下手处 好吧 那有人问问题 我想我们就下午 两点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一起讨论好了 好 请合掌 愿于此功德 普及欲怯 我等于众生 皆功成佛道 阿弥陀